大家好我是吞哲老师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节目 我相信即便你不玩主机游戏 也一定听到过这么一句话 那就是主机平台没有外挂 鉴于无论是索尼微软 或是任天堂 其家用游戏机产品 都采用了完全封闭的平台 没有第三方框架存在 无法安装未经厂商授权的软件 这便从源头上杜绝了作弊的存在 正因如此 主机平台被不少玩家称为 联机游戏的最后一片净土 但身为一名 于圈中混迹多年的手柄老狗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诸位 现实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主机平台的水很深 且异常浑浊 为证明我所言非虚 先放上一个片段 供大家欣赏 不知道诸位是否已经看懂了 看懂了可以打个1 没看懂不妨打个2 好了 不管你是否与洞悉其中的奥秘 我们先来开始 今天的话题 正如刚刚所提到的 由于主机平台大门紧闭 外挂软件失去了生存土壤 只是天下本就没有攻破的堡垒 不少聪明的作弊者 在十几年前便意识到 软的不行 那就不妨来硬的 毕竟索尼与微软 在硬件方面的控制 要宽松不少 不久后一款名为 剑鼠转换器的产品 横空出世 它允许玩家在主机上 使用键盘与鼠标进行游戏 据我个人推测 最早发明该外设的人 或许只是为了帮到一些 无法适应手柄操作的主机玩家 然而他身上蕴藏的 无穷潜力迅速被人发现 代表公平竞技的天平 开始出现了一次倾斜 我知道说到此处 必定会有人提出疑问 不是说手柄与鼠标 有一战之力吗 为何转换器上了主机平台 你们却又出言抵制 是不自信 还是赤裸裸的双标对待 这个问题具有极强的普遍性 在我往期的视频中 就有不少观众 向我发出了类似的质疑 从特定角度来看 发问者的确达到了 某种逻辑自洽 只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要点 主机上的键鼠 已经不是广泛意义上的那个键鼠了 因为跟直插效果截然不同 适配键鼠转换器的鼠标 会被系统认定为手柄设备 既然是手柄 那就自然享受到了辅助瞄准的加成 该功能本是手柄 能够游玩射击游戏的根本 也是其最大的亮点之一 加之鼠标在精度方面 一直有着自身的优势 这样一来 通过转换器连接的键鼠 便同时拥有了手柄和普通键鼠 双方的优点 试问这样一款强大的外设出现后 怎能不影响到对战的平衡性 它遭到普通玩家的排斥 有错吗 时间有限 我不想在此多费唇舌 单纯的接键鼠 仅仅是在第一层 更刺激的东西 还在后面呢 我亲爱的朋友们 伴随着剑手转换器的更新迭代 之后的开发者 不断为其添加新的功能 其中最实用 也是对游戏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 便是红与脚本的出现 起初大家还较为含蓄和收敛 诸如一剑跑步 一剑划铲 一剑兔子跳等 相对而言无伤大雅的功能 被陆续添置进转换器的身体里 只是人的贪婪 永无止境 一边转换器的使用者们 渴望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 另一边 商家也希望研发出更为领先的技术 一边从一众同行中脱颖而出 双方一拍即合 而此时任谁都未曾想到 潘多拉的魔盒已经被默默打开了 自2013年起 大量无耻且疯狂的想法 逐步出现在转换器的更新文件里 从快速开进 单发便连发 急速连点增加射速 再到最后的开箱无后座力 就是开始时 我让你们看那段视频 而且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以上所提到的一切 都能进行底价操作 举个例子 通常情况下 FPS游戏中半自动武器 普遍具有高威力 低射速大后座的特点 尽管伤害十足 却又难以驾驭 仿佛一批野性难寻的良居 想要用好它们 势必需要长时间 大量于反复的练习 而转换器则可以让新手轻松完成 只有高手才能打出来的操作 甚至超越人类的极限 很简单 你只要在转换器上的功能列表里 勾选上单发便连发 射速加强 加枪械无后座力 就可以了 倘若你还是不满足 不妨同时开启一件跑步 加快速开进 如此一来 你的对手99.9% 没有获胜的希望 只能任你宰割 另外千万也别忘了 伪装成手柄的剑术 还自带辅助瞄准功能 一个超级战士 加超级武器的组合 就此破头而出 而整个主机平台的 联机对战环境 也正式进入了 无限魔幻的状态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至于所谓变强的执着 像是一辆失控的列车 正撒着一部分 偏执的玩家和无厌的厂商 风车雷行而去 这趟列车上没有司机 但乘客们并不感觉惊恐 毕竟没有一个人 想要真正停下来 毋庸置疑 剑术转换器 具备催枯拉朽 横扫一切的能力 普通玩家 只能是胜少妇多 有来有回 只是在使用者 消灭单个敌人后 无法快速且精准地 将准星放到下一个人身上 业内俗称拉枪 成了转换器 于很长一段时间里 最大的软肋 很快脚峡的开发者们 把目光投向了 辅助瞄准身上 特别插一句 鉴于国内的主机圈 太过小众了 至今都有不少玩家 对辅助瞄准的认知 存在巨大的偏差 一边有人认为 辅助瞄准的效用 太过微弱 导致新人无法快速上手 另一边的用户 则笃定辅助瞄准 功能逆天 乃至接近于自描 其实真相就在两者中间 它既不太弱 也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如果观众有兴趣的话 我会找时间 专门做一期 关于辅助瞄准的节目 来及时它的本来面目 输归正传 针对剑鼠转换器的弱点 拉枪不准 超级辅助瞄准 应运而生 尽管我不是程序员 很难在技术层面 做出细致的解释 但却可以完整地 向诸位展示其效果 虽然你完全不动鼠标 准星也会自动 吸附到对手的身边 话重点 是身边而不是身上 这样就可以规避 被系统直接认定为挂的风险 说到此处 我的心里只剩下两个字 无耻 然而更无耻的 还在后面考虑到 市面上的转换器繁多 一众产品的优点各异 还有玩家开发出了 叠buff的玩法 假设A商品擅长 抵消后作力 而B商品盛在手感出众 那就不妨把两者串联起来 各取所长 也达到最完美的作弊效果 堪充转换器功能的第四境界 那么还有第五层 第六层 乃至第七层吗 我不知道 但我坚信即便现在没有 未来也一定会有 因为人永远不会满足 永远永远不会 视频已经尾声 我想最后讲两点 其近几年 我惊喜地发现 专为手柄而设计的 所谓辅助工具 正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增加 他们除了给手柄增加倍件外 也同样继承了红与脚本的使用 即上文中所提到的 诸多可怕功能 已经全部都能在手柄上实现了 一场剑术转换器 以手柄间的军备竞赛 正在悄无声息地上演 其二微软与索尼在整件事的态度上 显得格外暧昧 前者资不代言 他本就靠PC市场起家 做出什么我都不会意外 而索尼方面的做法 就让我十分不解和愤怒 他们既不鼓励玩家使用转换器 也不禁止各种外挂设备的泛滥 作为平台的拥有者和管理者 抱着不作为的姿态 本身就是一种罪恶 而在缺少纪律和规则的约束下 安分守己的玩家 最终却成了受害者 我对此感到无奈和绝望 赶紧毁灭吧 累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通知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